向往的生活在男人帮特辑中,除了男人帮成员王逊和黄渤之外,还有一位经常饰演铁血硬汉的老戏古于何伟,那影视剧于老师多扮演的都是正派人物,正气帅气的脸庞,加上于老师出众的演技,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他就是禁欲系的老干部男神,但是来到向往的生活,才发现于何伟老师如此的可爱,而说到于老师可爱的一面,出现在菜场买菜的时候, 早上黄渤和王逊去钓鱼,而于何伟觉得要过向往的生活,就得来菜场感受一下买菜的氛围,于是于老师就和黄磊和炯去菜场买菜,来到菜场于老师就被菜场中琳琅满目的菜吸引住了,对于好久没买菜的于老师来说,这真的很有意思,就这样边看边聊着,突然于何伟发现了一样宝物,就是一个个圆滚滚的榨菜疙瘩, 榨菜疙瘩对于90后,00后,甚至80后的同学,应该是很陌生的产物,即使不陌生,也不会对此物产生多大兴趣,多半不会和美食沾边,不过对于有年纪的于何伟老师来说,就是宝物一般的存在, 看到了这榨菜疙瘩于何伟,几乎就走不动道了,还像小孩似的看着榨菜疙瘩直眼口水,望着何炯给买一个,那么榨菜疙瘩真的有那么好吃吗? 那么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,何为榨菜疙瘩,以及榨菜疙瘩是怎么做成的? 说起榨菜疙瘩其实就是芥菜的一种,而疙瘩就是用的芥菜精做的,虽然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,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脏脏的,但是殊不知人家的名头大着呢? 这榨菜疙瘩和法国的酸黄瓜,德国的甜酸甘蓝,被称为世界三大名颜菜,怎么样这名头不小吧?你们不知道吧? 而其实做榨菜疙瘩也并不复杂,首先将新鲜的芥菜精清洗一下,对于洗不干净的地方拿到削一下缺皮,有必要的话可以切一下,然后放在通风的地方晾干其中多分的水分,带水分去都差不多了,就可以开始腌制了,准备一个菜坛子,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干辣椒,大蒜,姜块,喜欢花椒的同学还可以准备花椒,将这些和芥菜精一起放到菜里面, 接着倒入适量的白酒和凉白开水,注意这里需要的是凉白开,最后再加点盐,将它们搅匀密封起来放到阴凉的地方,如果有地下室那最好,过个一两天这榨菜疙瘩就做好了,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榨菜疙瘩,真的好吃吗? 这个话题上来,其实榨菜疙瘩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味道,于和伟老师在后来就说道,小时候因为地狱的关系,不是经常知道,因此只要有着榨菜疙瘩就会特别珍惜,于和伟还说道自己小时候一个榨菜疙瘩能吃两馒头,其实相比于美味,这正是童年里的记忆,吃的是一种情怀,一种怀念, 因此对一个人而言,如果这个食物对于它有着特殊意义的时候,那么这个食物就是千金不换的美食。